其实我特别想考你一个问题就是 没说 如果你给董事长 总裁 就是要准备一次立会 你觉得你之前之后都要做哪些准备 哪些工作 立会 每周立会 首先要确定场地 确定时间 然后要准备会议的资料 会议上一些水之类的 还有就是这个PPT 那么在会议之前 那肯定我也会跟老板大概说一下 今天会议主要是要干嘛 您大概要多长时间到这儿 什么时候到这儿 然后如果有人不能来 我也会跟我的老板解释一下 有什么谁 什么原因不能来 在会议之后 肯定是要总结小结会议上的一些内容 对 然后跟老板做一个汇报 助理是分九个段位的 但刚才我觉得你的这个段位 基本上是在第三第四个段位里边 我之前在 在我之前在这个企业里边 有一个女孩子 她是从前台做成了总助 她有两年半的时间 就成为了运营副总裁 就是那个女孩子 其实可以做到第八个段位了 我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她的流程是什么 好 在前面说的都是跟你一样的 然后等到 比如说每个星期一早上前立会 星期五的时候 她会通知所有的各个部门的总经理 然后下周你能不能出席 如果你不能出席的话 你是什么原因不能出席 如果你能出席的话 你希望在立会上和老板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沟通的问题有哪些 那么周末的时候 她就会把这些问题提前发给老板 然后让老板知道 下周一立会上 她要怎么样最高效地去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谁坐在主桌上 谁坐在后面旁听 这个是非常有学问的 那她提前一定是非常的清楚 现在公司的业务状况 哪些部门是领导的 这个特别的这个在意的部门 所以在摆明牌的这件问题上 老板从来没有在这个事情操过心 这只是一种会议模板 5WRH的通用板 所以你描述有点啰嗦 然后在最后一个段位 其实她没有做好 第九个段位就是 让你把助理的工作标准化 也就是有一天 如果你不能做助理了 就被调到别的岗位的时候 那这个助理就会把老板所有的喜好 所有公司跟助理有关的东西 它全都会形成标准的文档 让下一个人只要来看一个文档 他就知道能做 但真正能做到这样的助理多吗 不多 但真的有 能做助理的人 就算不是八面玲珑 一定要是非常敏锐 非常善于捕捉关键点 李江其实各方面的 并不符合这个个性 助理其实是一个 副总级别的一个工作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 我们的一个初出茅座的选手 所应该去选择的那种 李江其实我跟你讲 你真的就是达不到助理的水门 助理它是个管理港 是谋臣 你其实充其量只是个总经理秘书而已